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做一些海底观光 这次当然出事了 在一个新闻里面给大家发现 就是美国那边公布了 海军就发现了一个残骸 也证实了在三前美业里面的五位的人士 都应该传授离难 Anyway 现在会有一些搜救 即是他的打难工作可能会进行 还有这个事件究竟的始末是怎样的呢? 我想大家都相当关心 当然也会再关心海底观光的安全性去到哪里 政府有什么做监管 还有什么是我们今次在这个事件上 我们可以学习到 避免同类型的灾难在未来会再发生 今天陈博写到 陈博先生你好 Larry你好 这件事我们都讲了很久 所以我们今天都是要尝试把它还原 但是我们先讲了一点的基本资讯 让大家知道这件事的情况 首先我们就讲回美国的海岸防卫队 即Cost Guard 就表示过当他们去搜寻泰坦号的时候 就发现了有个地方有些残骸出现了 所以也证实了应该是一个内爆的形式 一个意外出现了 令到船上五位的乘客就全部丧生了 Anyway 看到他今次的意外灾难 都有很多国家参与救援 包括大家看到来自英国 一个叫Deep Energy 有来自其他例如加拿大 他们有不同的Royal Prince等等 都参加了今次的搜导 也有很多去做一些水底打鸽的工作等等 他们都做 我们都跟大家透露过 以往去打鸽一些美国海军的直升机 战机 其实比这个更加深的都做过 所以打鸽的能力 其实反而就不是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就一直都搜导不了他 所以是相当困难 当然了 我们又将这件事回到这个深潜气 另一个之所以这么难 让大家找到他出来 第一他自己没什么动力 他有少少动力 就是说掉到他之后 掉到他下去之后 其实他可以大概三折的速度 向前走 有很强的LED灯 可以照射 方便他们里面去观察Titanic 但是里面其实结构是相当简单的 他们也都有一些的能源 就是去维生 制造氧气等等的情况 有个简陋的厕所 除此之外 其实椅子都没有涨的 就是他们都是靠着墙子坐的 五位就是这样度过这么多日 就原定应该星期日的时间投赏 没有之后 就失去了联络 已经令大家信到担心了 最后就出现了这个内爆的情况 所以陈博士小姐想问回 其实内爆这个情况 或者我们还原件事 你怎么去看呢? 就是怎么一步步会引致到这个悲剧的发生呢? 现在我先前在自己的频道节目上提到这件事 但是当节目出现的时候 大家已经看到悲剧的新闻已经出现了 最初大家还在讨论搜救的问题 究竟如何找到它 为什么这么难找呢? 我们不是有GPS吗? 因为大家其实都已经知道 GPS的讯号不太能落到深海 那么深海的范围就要靠你去量度它的机械震动 或者用一些升纳的原理才能尝试找到 所以是很难找到的 假设它生存 假设它还有足够氧气 于是试试看能不能找到 好了 现在我们初步估计是一个内爆 其实又要回答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知道出现一个内爆 以及为什么美国海军都会这样公布 以及他们为什么也会知道呢? 我们也要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尝试重组这个案情 其实就是在当地的时间 父亲节 星期日的早上9点他们起床 那个潜航器就是 它不是预认你周围左右前进 而是预认你浮和尋上下 它给它那小小的推进能力 令它可以稍微转移一下 不同的位置去观察一下 或者铁塔利耗或者铁塔利耗 这些东西很明显的观察性质 它最主要就是花心思 如何可以顺利地沉 顺利地浮 以及沉下去之后不要压烂 就只有这几个基本的步骤 如果是星期五的新闻来看 是连控制它的行动都是用一个很普通的材料来行动 像打机那样 人们就质疑设计计计有很多问题 我觉得我们稍后会讨计计计计计计问题 现在是在9点开始潜下去的时候 最后一次和水面的通讯是11点47分 即是在那时已经下跌了2多3个小时 预计上升是6点10分 现在整个过程 在早上9点下跌,晚上6点回来 中间还有一个上下跌的时间 可能是在下跌的时候通常都花费2个多小时 一个单程这样下去 另外2个多小时就上回来 扣回中间还有 如果是在早9点晚6时 即是有9个小时的时间在下跌 中间要花大约5个小时 就只是为了上下跌 还有4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周围去看看 现在大家没有很努力地说 究竟在多少点出事 但是似乎在11点47分 在最后一次记录到有通讯之后 就没有了 断了联络 其实也很可能 在比较靠近11点47分之后 无奈就已经出事了 那么就变成了 那时间就不会爆炸之后的6点钟了 似乎在11点47分 即当地时间中52分之后 就可能已经出事了 当然了 你也要看 美国海军公布了一个内报的讯号 这里也很有趣 事情还没有发出求救讯号 即是还没有很清楚断了联络的时候 就没有其他东西帮我们去认识讯号 但是现在似乎是美国海军公布 他们在6月18日的某个时间 认识到这些讯号 其实这里也要问一下 其实你说如果 搜救队没有开动 他们的讯号 去找讯号 但是为什么美国海军 可以在都没有人发出求救讯号之前 就已经是 夺到一个这样的讯号 这个就可能是那个 美国在北美洲铺的 一个水底监听网 这个水底监听网是全球的 包括在亚洲地区有 在大西洋这边北美的地区 也会有 那么它那个监听网呢 其实主要就一开始监听来自苏联的潜艇 水面的舰艇 但是到今时今日呢 也很难的了 你看到俄罗斯这些潜艇 可以穿到出来我们说 Giut Gap 过来北美这边 但是就在今次的搜索上 反而就帮助到一些水底 就是那些声音 因为它本身很敏感的 所以我相信如果有任何的 比较激烈的震动 应该都逃不到这个 我们叫水底监听网的那个探测 是的 我想它名乎其实是一种监听来的 因为它的确是用水的那种机械震荡 即是声波 用一个声波 量一下声波 然后就分析在哪里有信号来的 大家都知道 你在水底发出一个声音 那些声音就四方八面散出去 所以你说如果要确认到 那个声音是来自哪个方向 准确地定位 你通常要结合 至少两三个 在不同地方的监听器 你才能够初步收窄到 它的声音来源的范围 为了去探测这些苏联的潜艇 或者它们发出来的一些水雷 他们会尝试找 他们那个人劇的 那个叫做声音 即是他们的声音的特色是怎么叫 然后现在你基本上 有AI帮你去听 究竟这个信号 是一堆鱼游来游去 还是纯粹是 那个地下的地下火山活动 还是真的来自一些鱼类的东西 还是潜艇的东西 会不会有些东西 其实是像一个炸弹 一个鱼类炸弹爆炸的东西 这些东西都会产生一些震荡 其实就以声波的形式 周围散发出去 所以正如就是Larry你所说 本身美军已经在那个海域 有一个监听的讯号 所以就是说 它有一个全天后的海底 全天后的境界的系统 所以它会将一些 习惯的声音 去收集 分析 再评估一下是否有危险 现在就看回 似乎在一个 他们认为的位置和方向 就有一个内爆 而且它说明了 内爆历时是非常短的 是以一个 千分之一秒 一个很短促的信号 其实这些东西可以考虑一下 为什么它们现在会是内爆呢 就是突然间听到有些东西 铺了 一个这样的声音 那个声音是出现很短促的 就是说整个 如果这个真的对应 那个潜艇 出时的那种过程 那个过程是很短促的 短促到一个 可能你用一个这样的想象 你开着炮车 时速200多公里 去撞到一个货位车的车尾 突然之间 应该就是 那个车连接着乘客 都未来一次感觉到痛 就已经是什么都灰灰灭了 就是这样的事发生 那说回 究竟当时那些死者 遇难如果是一种内爆的形式 他的感觉会是怎样呢 我就会回去就像刚才撞车的那种 是会突然之间很急剧 完全没有事 没有惯法 没有时间去反应 这样就发生了 好了 这种这样的 他们说明是内爆 这个也会结合 他们在海底找到一些残骑来确认 现在似乎就是说 找到残骑 都是分布了大约两个区域 一个就在比较靠 比较前的位置就是船头方向 那个残骑就是大约 船尾也有个小一点的残骑 其实由这些残骑的分布 和这个船的结构 我们是可以尝试去做一些很初步的估计 看看那个内爆是究竟怎样去发生 是 那就是说那个 内爆呢 应该是那个船体 会不会是有机会跟那个结构 会有些关系 因为我们观察呢 这次呢 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很关心 就是那个船的材质 其中一个呢 就是之前有打过官司 2017-18年左右 那就是Ocean Gate的前员工呢 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说这个船呢 那个安全的结构呢 就可能是有问题的 那当时就就是看一个公司 可不可以去处理 那公司就最后 没理会了 那就是俗称的炒了 那炒了之后呢 其实呢 就大家都没太关注 那就是始终这个海底观光业 又不是说 就是很受大众关注的东西 就是属于一些小众的活动 那但是一现在看回它呢 就说 它们整个船的材质 主要呢 就不是我们整天去想想一些 钢板 整个很厉害的那些特种钢 很厉害的那些钢 它就是碳纤维来的 而它的厚度呢 平均是15cm 那就是你15-16cm 其实你不是13cm 就不是很厚的而已 那所以如果 博士你觉得 会不会关系到那个财质 甚至乎它的设计本身 就是你说可能哪里 均匀不均匀 因为我们经常都说呢 潜艇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做一个perfect sphere 就是你 不能够做到一个位置 是有一个缺陷在那里的 如果你做了一个缺陷在那里 其实压力这样长压呢 你必定是最后 成为那个 就是那个焦点所在 最后呢 就变成了 the weakest link 就全世界压力 踏下去了 其实你整架艇 最后都是塌了 那 会不会都有少少这些问题 就是设计的问题 材料的问题等等 导致到这次的事故呢 我自己个人相信 美国海军 夺出来的内爆讯号 应该都真是跟今次 泰坦号的那个毁灭的讯号是同一件事 是的 那我们就由这里出发了 如果这架船真是以一个内爆形式去解体 我第一件事都会想到它的材料本身是有问题的 那么 说到五六寸厚的碳纤维 即是你和我们看回以前的一些战争片 什么U-571风暴 这套东西都有20年前 说到那些德军的潜艇 你稍微潜深一点 原本没有预理潜深的 接着再硬冒险潜深一点 你就听到整架船的船体 被那些水冷压到耳朵的 就是很有那种压迫感、震撼的感觉 但是现在你说材料科技多进步也好 这次说用六寸的这些碳纤维 首先说 我们在材料方面的发展是有很大的进步 从而令到我们上到太空都可以带轻了很多东西 你说这五六寸厚锡很仪欺 实际上可以吗 这些东西一切都要建造一个模型出来 再做一个实际的测试 甚至电脑模式和正式的实验去交替 甚至你要有一些叫做压力测试 其实压力测试就是你试试将那些参数超出 看看它能否顶得顶 你可能就是说 上上下下这么多次之后 整个结构有没有出现某部分疲劳的情况 令它更加容易难 哪个位置是最弱 对于这些东西在你正式运行之前 你要是很有完整的掌握 我不会说碳纤维一定不行 但是所有东西就正如你所说 它的形状是很重要的 可能这个碳纤维 你一样是五六寸 你把它弄成一个波 是没有问题的 越来越像一个球形 越来越像整个鸡泡鱼形状 就越来越没问题了 如果你看到那些华里亚纳海沟 在太平洋西边的那些比较深的位置 你说中国的交龙号 这些东西都可以潜到10公里的这些参数 它们的形状很圆 你也看到它的外面 好像很硬 一个球形状 整个铁球 但是这次泰坦号 它也是像一条鱼 当然像一条鱼有个好处 它要周围游来游去的时候 就比较方便 它可以相对找到一个方向 面对水阻较少 所以我们大自然看到的那些生物 你看到一条鱼有一个流线形 铃鱼也是这样 是不是长条形 它当然也不是非常长条形 也会尽量持续球 我觉得泰坦号 尤其是船头的时候 它也做了一个半圆形的结构 让你一个前望窗 可以看到外面 无论是持续船 或是参观者 你也可以透过前面的窗 让它看得到铁铛尼好 当然 设计跟work and work 你一定要经历过一个很严谨的测试 但是如果以我纯粹一个物理人 时候孔明地去说 看回泰坦号的形状 前头比较圆 但是后面的尾部位 如果我说如果用一条鱼 鱼标的纹位 似乎是整架船比较弱的一个部份 万一它被压粒的时候 是由这个方向被压粒 它就不是一个均匀方向 这样四方半面压下来的 它可能主要是由一个方向 就会向另一个方向压过去多些 就是它的整个影响 就未必是一个对称形状 这样发生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有理由推断到 最后它的铁鞋 解体的铁鞋 就不是一个 向四方八面均匀散落的分布 当然你也可以质疑 加上海流的因素 是要的 但是现在似乎看到 它那个船头那边的铁鞋 有一个大快一点的铁鞋 就是比较靠前面 另外有一个比较小的铁鞋 就是对应船尾的部分 如果这样说 中间断裂 就是那个铁铁鞋 就是攻陷的位置 就似乎 如果我用我刚才的说法 就几次在那个鱼标 那个篮位那里 就突然之间有一个探陷 那你坐在里面的乘客 你会怎样呢 就等于 你好似感受到 突然之间 有架大货车在一个方向撞起来 而且撞到地步 是将你船尾那一部墙 撞到铁鞋头那一部墙 那你中间的会怎样呢 三文字 一夜压烂了 亦都是那种速度之快 如果用回美国海军的讯号 只是千分一秒的impulsion 这个突然之间 船的结构捱不住 整个船凹陷了 这样 很短的时间发生 短到基本上 你的神经反应都没告诉你 当你痛的时候 你的人已经整个意识 都没了整个人 人都解析了 撞到变成一种病 接着就这样了 现在就似乎 如果结合去残骸的分布 我们看到船的形状 再加上如果我们假设 那些海军的内爆 又真的是在对应 美国海军的讯号 真的证实到它的内爆 这件事就是会这样发生 当然我想这件事 就是这个不幸事件 就要再多一些的 其他方向的搜索 据知了 也有曾经去访问 例如我们说 詹士金马伦 James Cameron 大家就知道 他也是一个水底的探险者 他就试过 因为拍《泰铃铃》这部戏 有类似坐这些的深潜戏 然后下去 他也有试过去到 全世界最深的海溝 马里安娜的海溝 有做过探险 所以其实你问起 他也挺有资格 他也算是一个老航专的 以这些探险性质 但是他也有说过 深潜这件事 其实也是危险的 第一个 但是伪得迷 他觉得是成熟的 而且很少出事 甚至乎是很少说死人 他真的很少见的 他就说 所以就 都相当可惜了 当于今次的事件上 James Cameron 也被人立刻去访问 这样的情况 所以陈博士这件事 我们都叫做一个 就是我们的极限运动的其中一个分支 我相信 虽然是观光性差一点 相对 你觉得那个监管 是不是真的很不力呢 包括由 他怎么去营运 Ocean Gate 就是其中一家 就是比较出名 就是怎么去做营运 怎么去监管 他本身的船 因为他只要落到海底 水压很大 就是他那个船的安全的结构 财质 做测试 等等的东西 是不是实在太不严重了 所以其实在立法上的那个漏洞 就是导致到今次那个人命的问题 有没有改进空间 其实你说以我所知 你说美国是不是没有这些东西 监管也不是没有的 但是似乎他们的公司 就好像很锐意地跳过这些监管 你会觉得在那个挑战期间 不要说运动 你看到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 由飞机到发明这些潜水器 你总会读过一些发明家的故事 就是他们用自己的命去绑 我弄了一个自己花了不生即束 弄了一个自己的直升机 弄了一个自己的潜水器 弄了一个自己的飞机去飞 然后自己达死了自己 自己浸死了自己 很多时候这些东西 你问他有没有拿牌 他都是自己弄了自己 在后篮试完 然后有事就狗熊 无事就英雄 你可以说是他们本身的一种无险精神 但是我会觉得 你跳开科学东西 你说如果纯粹在这次的政策监管层面 你说这个Ocean Gate 这里有多少是自己拼的 有多少是自己拼的成分 跳开了 应该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资料 还有我觉得更加大问题就是 他跟先前那些发明家玩的东西不同 以前那些是你自己发明 自己玩你死你死 但是他们现在把这个服务 卖出去给人 如果是没有经历过一个第三方 比如说 你香港的海事主的船 船是否让你出 你都要去验船 让一个有专家意见告诉你 你这架船是否适合去出航 是吧 然后里面有没有结构 改了让你哪里容易破坏 哪里生瘦 已经是穿梦 你要知道了 那些板够不够厚 会不会很容易解体 这些全部要知道 有一定的标准 我想潜艇就更加需要这种标准 我就会觉得 大家不要理到美国的东西这么遥远 万一你去参加那个运动 就是这些官方活动 那个是你自己 你要很清楚有些什么东西 你才觉得那间东西是放心的 大家都不是专家 知道那个潜艇是否下跌的 我想真的大家要很较清楚 就是他这个东西 有没有经历过一个客观第三方的验证 证明了他这个结构是安全的 而且有一个定期的链检 因为你开头那一刻最初设计安全 但是随着物料炉化 可能又会有安全变不安全 就像你做电梯一样 其实这些东西 就像做电梯一样 就像做电梯一样 除了初步的设计 你要过到审批 之后的循例例行的检查 全部这些东西是否齐 我们就算坐电梯 其实你会发觉 这些资料是我们坐电梯的时候 很多时候有的 有些会停在那里 过了年减理了 每年换了纳理了 这些东西是有这些东西的 我们大约可以知道 起码你会有这样的 很完善的审批制度 你才会很放心进去 如果你说这个人这么薄的 纯粹说这个生命设计 但其实那些东西什么都没有 最后就是你落到一个司机 是用一个Joystick 给你链下去的 现在听回一笔之下 又真的挺厉害的 我相信每一次水底事件 其实都会让当局有个警告 究竟整件事 监管你上来应该怎么处理 包括美国海军也是 他们之前试过 第一只核动力的潜艇 出了事之后 其实也都立刻制定了 很多的规则 就是protocol 令到他们的船员遵守之后 事实上同类型的发生危险事件 大大减少 当然这个就属于海军的范畴 但是你说去到民营的机构去处理 因为这个运动 他们相信未来会抱及 所以如果你说不再做多一点 甚至乎牵涉到公司制造这些船体 就已经是说的是 不是纯粹是自家公司了 是真的大量去制造这件事 做一个交通载贯的形式 然后拿出去贩卖、转售、租借等等的东西 其实是一个生意、一个市场 所以就对这种市场里面的使用者 就是我们说的游客等等 他们那个安全 我觉得那个监管其实都不可以纯粹只是说 就是透过发明者 就是他自己的专利 然后他又避过那些规管这么简单 就能够处理了就算了 Anyway 我们都是捉完这次的死难者和家属 很多东西都可以平安度过 而且也不希望同类型的事件再发生 也希望大家多些关注 社会上的关注有时也会提升到立法者 他们对这件事件来进去做一些防止损害的情况 会做得更加之好 好,那我们这一节就来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陈博士 大家记得帮忙subscribe 包括《军武器言》和《科学新知》两个台 大家记得免费订阅之外 记得给个like 也可以share我们的节目出街 好,那我们就在其他的节目再和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